字幕提供 又是我 今天是要來開戀愛小教室 欸你們有沒有發現那個啊 那個那個那個 退學了見面更新了 是不是變得比較高科技 嗨好久沒看台 哈囉 老婆 老婆應該不是在叫我 我還有打 打錯了 可是還是看懂 還有 嗨 好的今天是戀愛小教室 35573 乾爹無德了謝謝虛令 好今天是戀愛小教室 那戀愛小教室 每一次就是要開頭都要講一下 戀愛小教室就是 如果有任何關於感情 友情 親情 人際關係之類的相關問題 都可以在聊天室發問 那我會給你我的建議 其他那個聊天室的大段 也會給你下一件 是個互相交流的感覺 那如果你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聽一下別人的經歷 別人的故事 吸收一些 一些人生的姿勢 呵呵 之類的 總之呢就是 就是互相交流啦 歡迎大家提問 嗨 哈囉我也好久沒看台 昨天到現在 真久啊 沒有在 現在回老家都比較晚 handheld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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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的時間標籤 時間戳記 那時間標籤為什麼都會戳記 怎麼都會自己跑掉啊 有時候他都會自己不接 聖地最近有什麼好玩的手遊嗎 我最近沒玩什麼手遊欸 這樣沒有 沒有 我都在逛 用手遊有一些很好逛的賣場APP 居靈台兩層的音量還是比Sandy台大不只一倍 好姐姐現在玩狂腹嘛 狂腹之前也玩完了 還不錯啊 那一個還不錯 眼角魔受傷啊 眼角魔受傷要多休息啊 不要看眼霧啊 你今天不舒服 好啦今天還是戀愛小教室啊 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 就是下面跑馬燈顯的 有問題都可以發問 那想要是 大概都是兩個小時 試情況加減時間這樣 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啊 Sandy今天穿寶藍色外套 沒有說很亮怎麼辦 很亮有什麼關係嗎 很亮很好啊 我覺得有時候服裝 勇敢嘗試一些鮮艷的顏色還不錯 現在又快夏天了 有時候都會覺得 台灣人 的社會風氣 還是有點保守 因為 我是講很多很多東西 那現在拉著一個穿著來講 像 我沒有從洋媚外啊 只是覺得 有時候衣服 現在都什麼時代了 想要穿怎麼樣 那是每個人自由啊 可是在台灣的街頭 如果你穿的顏色 太鮮艷 配色太 太 太 太稀有 或是你穿著的一些 服裝配件 或是你的風格 不是一般人會看到的 然後都會被頭裡異樣的眼光 然後都會覺得 幹嘛這樣 像你去東京 你去日本 你去美國 你穿得很像 真的不會有人的地 在美國如果他們覺得 欸 你穿得很有自己的風格 還會稱讚你 是不是都會覺得 有時候 有時候都會覺得台灣人 是不是太保守了呢 就像有時候實況穿吊嘎 就會被人家說穿很肉一樣 講第二次 對啊 狂腹很久之前就玩過了 母親節要到了 有送什麼嗎 嗯 沒有 就是 我就是母親節才回老家 待一個禮拜 然後跟媽媽吃飯啊 然後多聚聚這樣子 就是 總覺得年紀 年紀已經慢慢大了 結果好像沒有什麼可以送 陪伴才是最好的禮物 我覺得啦 長得多多 對啊 我這邊長得多多 欸已經消一點了 昨天更大 這幾天有位知名實況主 男知名實況主 HOST 一個女實況主的實況之後 被公開發卡 說控制欲太強 請問該對這名實況主說什麼 這是什麼 誰跟誰啊 可以透露嗎 誰跟誰 好 先不管他們誰跟誰 我覺得 那是 那是 那是女生的自由啊 女生 呃 男生想怎麼樣做那是他的自由 女生想說什麼那是他的自由 他們有沒有在一起 啊他覺得他控制欲太強 那就覺得他控制欲太強 那男生如果真的在追他 那就 可能要稍微改變一下方式 那如果男生只是好玩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那就算了啊 我覺得這還好啊 我有去過星空草原嗎 沒有 那是哪裡 有一個朋友這學期畢業就回台北了 Sandy覺得該追求嗎 遠距離感覺很不穩定 各位不要怕遠距離啊 有時候 不管是 恩 機會 感情 或是一些 甚至是親情 有時候 機會在你手上就是好好把握 齁 好 我先講 其實要好好把握 你不用想那麼多 你先試試看看嘛 說不定 如果你連去 連去掌握這個機會的動作都沒有 你可能 你之後會後悔說 欸為什麼當初 我不好好 的把握 這段感情 就算 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有好的結果 可是至少你嘗試過啊 我覺得感情不需要怕 怕失敗或 或是 我姐夫給了我一個新的檔案 就是 我姐夫給我 那個 什麼 好 Twitch聊天室大頭貼心檔案 然後他叫我現在立刻馬上撕 不然他不要理我了 先用一下 欸我剛才講的就是 就不用擔心什麼 穩不穩定啦 先去做就對了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人 值得讓你去 追求 或是想要跟他 真的很想跟他在一起的話 去做就對了 幹 阿 被看到了 要不要這樣喔 這一個 就不行啊 我不要理他了 好 繼續 呃 可以把 啊 忘了開RIVOL了 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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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了 可以把那個CYKA BAN掉嗎 那是俄羅斯的彰化 真的喔 好啊我BAN掉啦 如果他覺得我誤會他了 他在自己 用中文跟我說我誤會他 我每次去西門公館人潮多的地方 我都穿運動短褲跟上衣 大家都看著我 可能是冬天嗎 可能是啊 因為冬天穿這樣可能會很冷 他就覺得你很厲害之類的 嗯 天神厚成樂器之後 樂器直接說他不會考慮天神控制太強 但是他們在鬧啦 那個應該就只是朋友在嘴而已啊 覺得還好 跟前男友的好朋友聊天 他感覺對我有好感 有詢問我喜歡的人 可是今天突然封鎖我了 嗯 不管怎樣 他對你有好感 可是現在他封鎖你了 那你就不要理他 說不定他只是要探你話 就是 他只是 故意 可能是你前男友派來的眼線 要探你話 套你話之類的 不管啦 反正他封鎖你了 不用理他啦 喊他在樓下 我有玩鬥陣嗎 之前有啊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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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惱啊 上一段都不愉快啊 因為跟你在一起很開心 然後就很想要繼續跟你好好相處之類的 所以呢 就繼續啊 這直播主要要講什麼 主要就是 你可以看下面的跑馬 沒機會就追下一個這樣算花心嗎 沒有花不花心啦 那是你單身那是你自己的選擇啊 只是可能旁人看到 就會講一些小話啊 生一些話啊 說你很花心之類 那你不要理他啊 你自己知道你沒有花心 你只是 你只是 一直是 就是就是這樣 就沒關係 如果女生說現在不想交男朋友被打架 但是跟自己還是好朋友 該繼續追求看看嗎 看之後能不能成功 還是真的放棄當好朋友呢 嗯 那是要看你覺得 怎麼樣啊 如果你想要 你覺得還是想繼續追他 還是很喜歡他 那你就追 但是我覺得算了 這樣子 好像還是不太好 當朋友好了 那就當朋友 你自己選擇 不過我覺得不需要因為怕尷尬 而去怎樣怎樣 因為你 很多人都會常常就是 欸我 我好怕尷尬 我好怕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 啊那還是不要這樣子好了 那往往就損失了很多機會 或是認識新的朋友 而開啟一段新的關係的機會 總之就是 你想做就去做 啊不要就不要 嗯 奇呆 請問Sandy如果對方的女生個性比較保守很2 男生都很難走敬他的心裡 已經努力半年了該怎麼突破 很難走敬他的心裡 一定會努力半年的 您怎麼突破 恩 呃 應該是因為你說你們兩個聊天狀況還是一樣 就是女生都只會你 嗯 喔 對啊 嗯 是 之類的 還是你們其實聊天是很熱絡 只是如果要聊到比較 比較內心深入的話題 才會比較 他就會拒絕你 那如果是前者的話 那就表示你還要再偷追他 因為他對你沒有什麼興趣 如果是後者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慢慢來耶 你不用想你要不要突破他 就是我剛剛說的 兩個人在相處 不管你們是曖昧 你們是朋友 你們是準備要 呃怎樣怎樣在一起之類的 兩個人相處的最大最大 最好就需要維持的就是開心 就是要你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的氣氛 是很好的 相處起來是很舒服愉快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是 會越來越好嘛 那可能就 他之後就會慢慢的敞開心房啊 或是 兩個人靜而就在一起之類的 所以咯 我覺得不用特別說 喔我一定要突破啊 我一定要知道他內心世界 我覺得不用這樣耶 你自己也可以做功課去觀察他 嗨 快劈腿怎麼辦 是你快劈腿還是誰快劈腿 最近跟一個心儀的女生討論時間觀念 我講我的想法 他覺得在影射他的想法不好 有點小吵架 道歉三次他依舊同一種想法 現在還已讀 吵架的時候全都是文字上 吵架 什麼 喔好 嗯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 在討論各自的價值觀的時候 然後會有 會發生吵架 因為其實 在討論 尤其是曖昧的對象 或是朋友 在討論各自的價值觀的時候 當你發現你們很快要吵起來了 就因為剛剛避免吵起來 因為吵起來沒有什麼用啊 可以堅持自己的立場 可是不需要到吵起來 好那現在既然已經吵了 你道歉三次他都不想撩你 我是覺得 冷靜一段時間吧 因為你都道歉了 然後 我相信你也是很真誠跟他道歉 但他還是不想逼你 然後他已讀你 那就 就等一段時間吧 等他稍微氣消了 我就覺得 欸好像 事情已經過了 已經沒有什麼了 不需要再這樣子 再試看看咪他 不過這期間 還是可以慢慢 稍微釋放一些 欸你還是 想要跟他恢復友好啊 然後對不起他 這些訊息 讓他知道 嗨 我最近跟女朋友分手 他很堅決 不想跟我溝通 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覺得心有不甘 認為我付出這麼多 為何他不想要一起 為這段努力 而且為什麼 他有這麼多異性朋友 可以陪 支持他 陪他晚 我異性朋友 卻很少 一直覺得自己很失敗 我該怎麼放下 這樣的想法 讓自己更快樂 呃 我覺得 我想像 我想像 我覺得 就是分手 啊 他不想跟你溝通 覺得沒什麼好說 就是很簡單 他就是不愛你啊 他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啊 呃 常常被分手 被甩那個都會不甘心 可是你不甘心的想法是說 為什麼他不想跟你一起努力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多異性朋友 為什麼你異性朋友這麼少 我覺得 不用這樣子欸 你 他就是因為不愛你 所以他就不想跟你一起努力啊 這個沒有什麼為什麼 就是這樣 然後 他異性朋友多 但是他有本事啊 他有本事就是 結交很多朋友啊 可是不需要去懷疑人家 再搞曖昧或是 花蝴蝶不需要 因為至少 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嘛 我覺得有時候 感覺中不要太多的差異啊 太多的差異 反而會 破壞感情 然後 在這邊 呃 說個題外的話 有時候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都會 都會發生另一半管 管 管自己或管你 管他 或互管 交往異性朋友這一點 我覺得 不需要這樣子欸 結交異性朋友 的確會讓 另一半或是自己 會有點緊張 欸他交了一個新的女生朋友 欸他交了一個新的男生朋友 那我現在該 我覺得有點小吃素 他會不會怎樣這樣 會想很多 嗯 不需要在談感情的時候 斷人家後路 你也不用自己自斷後路 多交朋友是好事 那交了新的異性朋友之後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 就是讓自己的伴侶 也可以認識 你的異性朋友 就是 讓自己的伴侶安心 你也很麻煩 然後三個人也可以很好 然後至少認識一下 就是 就是 嗯 這樣子 比較不會有什麼 猜疑啊 或是在 瞞啊瞞去啊 或是有人 心裡不開心 不講啊 因為都認識嘛 大家都知道 然後就會有 來啦 我先講回來好了 好 你覺得自己很失敗 我該怎麼放下他的想法 你不用覺得自己很失敗啊 本來就會 本來就是有人很會交朋友 有人 比較 比較 悶騷 或是比較 內向不太會交朋友 那又有什麼關係嗎 朋友多跟朋友少 一些朋友多 一些朋友少 有關係嗎 像 像我也沒有什麼朋友啊 可是我 我不在意啊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大學的時候好像 有整整一個禮拜都沒有出門 都一直在加完電腦過 我大學 可能是大 大集啊 大三大四 只有我忘記了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啊 自己也可以過得很好啊 那我覺得主要是 你幹嘛一直要跟你的 這位應該是前女友 比較 你一直去鑽牛角尖 去糾結那些 有的沒的 對你自己是沒有好處的 你要放下這些想法 自己要說服自己 然後多充實自己 讓自己過得更好 對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的想法 可能還是比較 激動一點 再加油啦 盡量不要去鑽牛角尖 因為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感情一常就是 我不喜歡就不喜歡了 我不愛了就不愛了 沒有為什麼 每次當女生問我要不要夜行 我都覺得很噁心 可是有礙於不想失去的朋友的關係 我該怎麼辦 你就說不要啊 拒絕有什麼關係嗎 我說不要 不要 這樣不就好了嗎 這樣 這樣子 哪可能 如果因為你拒絕她一夜行 怎麼就不是朋友 啊你以為就是炮友啊 啊炮友 就不要了吧 就主播有消息延期 喔對 因為我會 回答每個人的問題 會這樣看 所以會 看很久 這樣有穿著好令人心動 正假的 她只是件吊嘎 嗨 之前有寄信給我 我都沒回信 什麼信 你是寄twitch的信箱嗎 如果是twitch的信箱 我可能要看一下 因為我沒有在看twitch的信箱 那 Sany最近喜歡一個女生 聊天方面以來 聊得來 可是約出去玩逛街 她說她覺得男生女生逛的不一樣 一起逛很怪 約她一起吃飯 她說只有兩個人吃飯很怪 因為她在看電影 她都說她看過了 請問我還可以約她去哪裡 那為什麼一定要兩嘴 你可以說好啊 那不然我們就多約幾個朋友 大家一起出去玩也不錯啊 很好玩啊 這樣不就好了嗎 那如果你說約 你講了這樣子 她還說 不要了 大家都不認識這樣子 很怪 那可能她就是 不想跟你出去 她在玩具你 那 我覺得還是可以先站 先緩緩 現在都跟她聊聊 如果 之後再更熟弱了 再約看看 你可以嘗試看看 好 謝謝你愛我 我不能嫁給你 老師曾跟我說 當你還為了感情的事情 煩惱 就代表生活還不夠 還不夠充實 忙碌 大家加油啊 的確 不過為了感情煩惱 也是 也是 一個酸甜苦辣也是還蠻不錯的啊 一個生活的調劑 欸 剛才有問我 要不要玩秘境探險啊 我好像 略過了 我已經探險了喔 不一定欸 看情況 謝謝Sandy給了我很好的方向 不可惜 You can't see me OK Sandy要如何才能讓你 才能讓 Sandy 的女生 知道你 愛慕她 但是 又不要太 直接 知道你愛慕她就知道了 跟直不直接有什麼關係 啊知道就知道啦 難道還有委婉的知道 跟 直接的知道嗎 呃 好啊 你可能是要比較 比較 比較內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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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蓄的 可以 呃 在行為舉止跟言語關懷上面 訊息來往上面 多一些曖昧的問候 呃 或是 比一般更多的關心 試看看 或是 再更多的一點 貼心 例如 例如 幫她 呃 天氣熱幫她買些飲料 NCI幫她買一些 黑糖水之類的 大家看她會有什麼反應 不是 找我幾個男朋友 兩個 我要玩奧丁廚房嗎 一定會玩 奧丁的語言我一定會玩 我還在讀書 跟你的姓姓的女生 彼此都有感覺 請問Sandy 你覺得在跟她告白嗎 如果你可以很確定 你兩個都互相有好感 就只差一步 那你就 你就告白吧 可是 前提是 要 真的有把握 好可 我因為工作沒辦法 常常帶你的朋友出去玩 而會導致分手 前女友是女生 這樣 平常我對她都很好 盡量有時間就陪她 放假就約她出去 但是她還是覺得她比較想要玩 所以就分手了 這種女生覺得要追回來嗎 你自己心裡應該有底了吧 你都知道她就想玩了 啊 那 就看你自己要不要 想不想要不要追她回來啊 如果你覺得 呃 有點有點危險 感覺 追回來沒多久就分了 她現在心態很浮動 那就算了 下一個更好 那如果覺得我就是 太愛她 我好喜歡她 我一定要追她 那就去追吧 好多女生自控力差異性朋友 多交了交了就交起來 你這樣出去的 嗯 別佔男女啊 男女生都有這種情況啊 哇 這個這個很長 我看一下喔 射西安安 最近我朋友剛分手 他跟他男朋友是 AZR A啊 認識的 認識三天 交往 兩個禮拜分手 分手後一直處於活活的狀態 一直哭 分手原來是因為想要自由 但是那個男生還是會打電話來問我有沒有怎麼樣 來問我他有沒有怎麼樣 最近過得好不好 然後會考快到了 朋友一直在倒數 八天 他就會回來跟我復合了 但其實我不知道到底會不會 我問那個男生他有沒有喜歡我朋友 那個男生說不知道 我不懂那個男生在想什麼 好幾次我真的想要罵誰的朋友 覺得他很笨 可是又沒有辦法 只能陪著他說 對在八天他就會回來跟你復合了 好習慣 我朋友也又會一直希望我打給那個男生問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煩 我也不敢拒絕 他都會 他會說 我以前幫過你什麼 現在快點幫我了 就像他剛剛叫我打給那個男生 叫他跟我朋友講清楚 我真的很不想理 但是又不能放在他不管 什麼啊哪有人分手 然後他在這邊倒數說 喔我跟你說 我在幾天就可以跟你復合了 那我們那一天再見 時間變得莫名其妙的男的 他根本就不喜歡你那個女生朋友好不好 他根本就是 他根本就不喜歡你那個女生朋友 然後你根本就是夾在中間 你在做白宮 因為 因為 就算好 就算他們真的複合了 沒多久已經很分了 不然就是他們會過得不開心 然後 喔 我覺得你就直接跟他說 我剛才做的都幫你做 那我 我 你就直接說 他很笨 那個男的根本就不喜歡你 然後講清楚怎樣的 那如果你還要繼續執迷不悟的話 那我就幫你幫到這邊 可是如果你很難過 想要在我聊天還是可以 可是我不會再幫你跟這個男生接觸了 你就這樣跟他說 是twitch喔 好吧 那twitch的信箱 我沒有在看 我開台快三年了 我只看過 五次twitch的信箱吧 嗨 班上有個男生喜歡我 但是我對他沒有好感 也跟他明確的表達 我們不可能 不過之後跟他關係都還不錯 可是我發現他跟另外一個人 聊天的時候一提到我 他都會講一些讓人很不舒服的話 怎樣不舒服的話 上室外課的時候 他都會硬留下來等我 不管是要回教室 還是要去上課的時候都一樣 我也高度過他 我不喜歡這樣 但他還是一樣 我該怎麼辦 我是不知道什麼不舒服的話 可能是一些不尊重的話吧 那不管怎樣 你不喜歡 你跟他講過他還是一樣 那就不用理他啊 反正你又不喜歡他 啊這樣子 讓你不舒服的朋友 你已經警告過他 他還是繼續讓你不舒服 那幹嘛還要結交這個朋友 我自討苦吃 不要理他 下 不用下一個就好 就不要再理他了 因為你已經警告過他啦 那是他自己 自己自己不聽勸啊 女朋友大我三歲 他跟我說 他想定下來 但我不確定 他是否願意跟我走下去 我該衝嗎 他說他想定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的經濟狀況 然後你們兩個的感情 一定度也OK 那 是不用倒衝啦 可以開始慢慢的 計畫你們的未來 從計畫你們的未來當中 你就可以知道 欸這個人到底有沒有想跟你走下去 他的未來有沒有 你的未來有他 還有什麼反應 之類的 可以先慢慢從聊天溝通 開始吃人看 不需要衝啊 要衝什麼 衝求婚嗎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啊我當你 喔第一次跟他喘叫就是 嗨 絕對不要當別人的傳話 對啊當別人的傳話 常常吃力不討好 然後可能還會被罵 因為 跟他說都是你啊 都是你亂講什麼話什麼的 然後就 就很夢期吧 身體認為幾歲交往才不算太早呢 我覺得 任何階段的交往 都會學到 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什麼 幾歲交往 都沒有什麼關係 只要 不要做一些習慣的事情就好了 嗯 請問三點之前試玩 戰爭機器感想如何 覺得那個 那個帳號要被 覺得 全 插 插 鎖 跟戰爭機器 很像 還蠻好玩的啊 我也沒很想當傳話 雖然這樣說很過分 但是我覺得 才兩個禮拜 真的沒辦法產生那麼多感情 我朋友一直跟我說 他很不快樂之物實在 你不要再理你朋友 你朋友好煩喔 如果是我就會這樣跟朋友 我就會覺得我朋友很煩 然後我就不會理他 害怕要講感情的事情 我都不會理他 因為該講該勸的都講完了 幹嘛還要廢話 他可能偶像劇看太多 我想認識學校隔壁樓的學妹怎麼辦 去認識阿 你什麼都沒有做 就上網問怎麼辦 你什麼都不會得到啊 要認識別人就要身體力行 看事要靠朋友的關係 或是 呃 或是 可不可以上同個社團課 什麼之類的 或是聯誼 等等等的 主動去認識阿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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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曖昧對上是香港人 想跟他正式交往 但是他說如果真的要走到最後 那誰要搬到異鄉這個問題 沒辦法解決的話 道不如不要開始 我覺得 只是交往而已 幹嘛有想到同居跟結婚結婚阿 有時候大家 那 你哪知道 說定你們在交往的時候 你們根本就還沒到能夠同居 或是還沒到結婚的地步 你們就發現彼此不適合 幹嘛想那麼多 交往就交往 不用想那麼多 除非你說 好 我們交往的前提是以結婚為前提 那 那就算了 可是 我覺得交往真的是 要曖昧交往 真的不用想那麼多 你想那麼多 又沒有用 未來變數那麼大 一個月就會改變很多事情 你們哪知道 我現在不看 我必須要 因為小教室是以 開小教室是以聊天室為主 所以如果你沒有在聊天室發問的話 我都會以聊天室全部人都發問完 然後時間到了 我才會去看私訊或是看信件 所以建議在小教室的聊天室發問會比較好喔 說句真話 一段感情也雙方都感到快樂才是最重要的 絕對不是只有一方 千就配合 對啊 而且其實是不管是感情還是友情 任何關係都是以快樂為最大前提啊 三題安安 原來這是小教室 厲害小教室 年初在電玩展跟你和魯魯跟六胎擦身而過 我們還相信我們合照 可是我們好像很敢 只要離開 對 那時候我們好像蠻敢的 蛤 請問有一個同校 也認識女生 蛤 但是畢業三年到現在她和男朋友分手大概三個多月 這幾天突然賴我說要約出去吃飯唱歌喝酒之類的 怕會變成替代品可是還是會去復約 只是擔心結果我該怎麼應對 你是喜歡她嗎 應該是喜歡她 不然你不會問變替代品走話 呃 不管怎樣 她 三個多月 應該也是 呃 除非真的是很愛啊 不然 好先講 如果她很愛 她現在還在傷心中 可能就是想要找個人陪她 陪她紓壓 玩啊 發洩心情 唱歌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啊 啊 不然就是三個多月 她根本就是想要再多認識一些人 她想要展開一段新的生活 新的感情 什麼東西 都OK 就 就也只是這樣啊 就是當很朋友一起出去玩 就這樣 不用想那麼多 不用想說會變替代品 不用 就是好好的玩 好好的相處 就這樣 現在別想太多吧 可能她只是想找個人陪 Sandy 我想提問我之前很認真的追一個女孩子 但是失敗了 這時候藉由朋友認識另外一個學妹 之前大學的學妹 已經有男朋友的學妹 身在異地的學妹 哼 剛好在我失敗難過寂寞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就知道她的男朋友 本來就抱著交朋友 消磨時間排解寂寞性 人在聊天 沒想到我們非常有話題 這個學妹每天都跟我聊天 從早 晚上八九點聊到凌晨三十點 一開始只是遊戲 電影興趣生活佳人 然後 有時候會說鬼或是嚇她 因為這樣她睡不著 我們就會直接聊天到天亮 我一開始以為我不會喜歡她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 我淪陷了 有一次晚上我沒有小口小 隔天早上學妹突然哭了 她跟我說她最近壓力很大 男朋友要去另一個城市讀書 家人壓力還有現在的我 對她很重要 她不想要失去我 我那天放下手邊的時候 所有事情把她紅到睡著 從那天以後 我其實不太懂她是怎麼看我的 我們談話內容 不會避開她的男友 但我也不會去隱藏 我喜歡她的樣子 你朋友都看得出來 我是小王嗎 是 有一次我問她說 她知道我喜歡她嗎 她說她會陪我走欸 上一段感情的陰霾 可是我好像離不開她了 每天都要聽到她的聲音 我該如何是好 先說 對 您已經是小王啦 呃 這邊奉勸各位 如果 你發現你喜歡的人 有另一半的話 千萬不要捧啊 因為會有很多麻煩 已經會有包衣 好 先說 女生壓力大 呃 你們很有話聊 你們很棒 你們相處很開心 然後女生她說了 她壓力大 男朋友要去 要遠距離了 她不安 所以 妳有一點被轉移啊 也不是要替代表 就是妳有一點被她 那個女生感情轉移 她可能想說 如果到時候她跟她男朋友發生什麼事 她還可以跟妳在一起 或是她跟妳在一起很開心 她不想想那麼多 因為男朋友那邊 看到就堵來 看到就難過 跟妳在一起很開心 所以就不想想那麼多 可 都有可能 呃 你們不會避會聊她男朋友 我覺得啦 我覺得 妳現在 妳已經陷進去了 我也 我也不方便講 我也 我講什麼應該是沒有什麼屁用啦 不過 妳現在就是小王 那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不要再跟這個女生 有再更多的 接觸 就 朋友 點到為止 就好了 那 如果妳可以 妳可以退回來 點到為止 那當然是最好 如果妳不能退回來的話 就是 就是小王 我忘了要講什麼 因為 因為我真的是非常不贊成大家 跟 跟 有伴侶的異性去深度交往 因為 沒有好事 妳只是當下覺得很快樂 之後如果被 被她男朋友發現 妳要怎麼辦 如果被她男朋友發現 就是很多心風邪雨的開始啊 啊 妳只是現在很快樂 妳只是現在很快樂 妳只是現在就很希望她 那妳的確就是很需要她 因為妳愛上她了 那就這樣吧 如果妳沒辦法脫離 那就這樣吧 就 好自為之 加油 然後可以的話 下一個更好 當朋友就好了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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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備胎 哈哈哈哈 聊天室大大的門說話 都特別直接 可是 大家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聊天室各位大大的意見 因為有些都很實用 我前天跟我女朋友分手 她說我太黏 當朋友比較自在一定 可是我想改變 她沒有給我機會 我們現在就像很好的朋友一樣 在聊天 帶我去喜歡她 請問現在該怎麼做 你們現在在聊天很好啊 她在給你 她其實有在給你機會欸 在聊天 你們在聊天 還是可能還會相處到的過程中 她 妳就要從這個時候開始 慢慢改變 給她看啊 讓她知道從言語間 從文字間 你好像真的有點改變了 甚至你們才能有機會 又出去玩 她可以看到你的變化啊 所以 加油啊 就是趕快想要 讓自己變得更好 不過不要太勉強自己 因為有時候勉強來的 沒辦法持久 所以 加油 Sandy有遇過那些印象深刻的大賽方式嗎 因為我很不喜歡沒來打散 我之前好像小雕師有講過 很久之前 我是在那時候 那時候我 還在上大學吧 大二 大二吧 然後 因為我 我會騎 我有騎車上學 然後就 下課 然後我車停在校 校門外面這樣 然後我要去牽車的時候 就有一個 應該也是難談 啊 我講不學校名字啊 沒差啦 應該也是同學校的一個男生 他就 他就突然 我在移車 他就突然 騎一汽車 然後堵在我後面 然後就說 欸 可以認識一下嗎 那我就說 嗯 不方便喔 我有男朋友 然後他就說 喔 有男朋友還是可以認識一下啊 那個 可以留個聯絡方式嗎 可以留個電話嗎 那我就說 不行 然後我就看 一直要移車 那個車超多的 大家都知道 學校附近的車都很擠 然後 然後他就說 電話不行了 然後 然後 然後說 啊拜託留一下啊 然後我就說 他就一直煩我 然後天氣又很熱 然後車又很難移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辦法給你電話 可是我 可以給你我的臉書 然後他說 只給臉書喔 給電話啊 然後之後 他又在講 他就講 只給臉書給電話啊 他一講這句話 我只能看他 我就 然後他就嚇到 他就 喔 喔 好啦沒有啊 開玩笑的啦 不用啊 好啦好啦好啦 然後就騎走了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 我大學遇到最傻眼的一次打訓 因為他 乳我啊 就很吵 我就生氣了 喔 換一下 想到哪裡啊 好 Sandy我之前 Sandy我之前有一個認識很久的女性朋友 國中畢業後她到南部讀書 三不五時會跟她聊天一下 高中畢業後回來台北讀大學 跟我是同事鎖了 職業間不得 某天 晚上下課我跟她一起去吃宵夜 衝她回家路上 突然跟我告白 當時我認了一下 不過我只是把她當成很好的朋友 所以拒絕了 再過一段時間 她也交的男朋友很少很少聯絡 我要閉職 所以就沒有什麼 在見面聊 天 某天她突然叫我們老朋友的群組 她跟她男朋友才認識一年多 還有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再解決 中間都沒有找我們收入心事 就這樣突然在群組裡說 對我們很失望 不想再跟我們聯絡 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不想失去這個 失去這個認識至少十年的老朋友 那怎麼了啊 我覺得你可以私下問她說 發生什麼事了嗎 怎麼會突然就是 就是 突然就是這樣子說這些話 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幫忙 都可以跟我們說 關心她 先關心她 看她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會突然這樣子酸泉組的人 一定是發生什麼事啦 先問她看狀況是怎麼樣 學生時代正是最好認識異性的時候 沒錯 好奇問Sandy 我在聊天軟體認識一個姊姊 姊姊 姊姊 三年聊天下來其實蠻無話不談的 感情部分我很想再繼續進一步 但只要每逢約見面聚餐 看電影 女方總是各種拒絕 婉拒 但總是常會出其不意突然發訊息 告訴我在附近喝咖啡或逛街 三年下來感覺在玩桌面場彼此見不到 我覺得女方有真的想交往的意思嗎 沒有 她要不是 她沒辦法跟你交往 不然就是她 就是不想跟你交往 她只想玩曖昧 不想 不想進入一段感情負責任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你們已經那麼久了 三年了 該找一些好好的來講一下 就是 問她說 我們這個情況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 真的想跟你出去 那為什麼都沒有把Youtube去什麼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樣子有點灰心 講出你的感受 讓她知道 嗯 不過我真的覺得她是我剛剛講的那兩個情況 應該不會有的女生傲嬌到 你們兩個聊天聊了三年 然後她一直跟你在那邊 預情故縱吧 三年欸太久了 請問老大 最近跟一個男生聊天 本來都會看他的影片 對她有點好感 她在觀眾面前形象也還不錯 觀眾面前 但是後來聊天過後 她開始有點用言語騷擾我 讓我對她徹底改觀 應該說是有點失望 誰啊 私下跟我說 呵呵呵呵 嗯 那就是 她的那個真面目顯露出來了 我覺得沒關係啦 就 好險你們還沒有什麼更進一步的 的 的發展 就發現了她的真面目 就 漸 慢慢的跟她 來 進行進允吧 說不定她發現了這樣的情況 然後會跟你說 欸 發生什麼事了嗎 你可能 在看你自己要不要跟她說 你 發現了這個情況 你不舒服 甚至你現在就跟她說 這個情況讓你覺得不舒服 看她會有什麼反應 就看你要不要 看你想 怎麼對待 想不想跟這個朋友維持關係啦 三點你覺得自己 以結婚交往為前 以交往 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的 以結婚為前提交往的 戀愛 壓力大嗎 不會啊 應該說 到這個年紀了 我覺得還好啦 我覺得 因為之前都已經玩過了 然後之前也是有接觸過很多異性 遇過很多人 想要比較穩定的感情 覺得這樣子 我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誰在調我 誰誰在調我 戰爭機器可算是在動 現今掩體 TPS風潮先驅 所以會覺得跟 嘚嘚分手 什麼叫全金分手 戰爭機很像 應該說現今的掩體 TPS都會跟戰爭機器很像 嗯 講得好 真的千萬別跟有男友的女生 有任何曖昧 到頭來真的會想空 應該說別跟任何有對象 已經有另一半的人搞曖昧啊 因為 很麻煩啊 你浪費那麼多時間 倒不如找一個真的是單身的 還有機會 啊這種搶來的感情就是 怎麼來就是怎麼去啊 你搶來的 他很容易就被搶走了啊 好 在內平常下課有個女生經過時都會來弄我一下 好弄你 然後我想抓他的時候他就傻笑跑掉了 我很有畫面欸 好 弄你一下 好 他抓他的時候就 跑掉了 好不要理我 平常因為我比較少和他說話 而在人教少的時候 像放學人走很多後 誤誤雙碰到 會主動過來講很多話 還會邊講邊靠我啊 之類的 碰觸 但是 我偶爾去找他講話 感覺差很多 比較冷淡 不太懂是怎麼樣欸 等他自己講話 沒有到很喜歡他 但是 因為跟他講話覺得蠻開心的 呃 什麼國中生 剛剛那個 我突然覺得有點像巨人欸 那個你們知道那個巨人嗎 那個巨人 好不要理我 沒有這個朋友 我我我我 我開玩笑了 不要生氣 我 說不定他 是比較害羞 就是你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你 所以他就變得很冷淡 其實他是很害羞 說不定他很開心 那你說他又會主動跟你講話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嗯 我覺得你可以試著再多多跟他主動講話 不用理他因為冷淡啦 你就裝沒事啊 裝像你平常很 聊天很開心 那種感覺跟他講話 說定他會慢慢的慘開他的心綁 然後慢慢的就跟你變得很熟 就不會再這麼害羞 我是覺得他是害羞居多啦 加油 有女生會招我解惑嗎 剛剛有兩三個女生啊 其實還是會有女生 可是有些女生比較害羞 都會私下用私訊的方式滅我 喔沒關係啊 我很欣賞一個大我兩歲的女生 她是我姐姐的朋友 人很陽光開朗 我姐很支持我 說她是很好的對象 我是姐姐的朋友 酷 我也很想追她 但你覺得年齡是一個障礙 也有什麼建議嗎 兩歲 兩歲還好吧 兩歲我真的覺得還好欸 而且 因為心智很成熟 然後 也不用心智成熟 就是你們兩個很和 很有話題 相關起來很開心 年齡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啊 真的 就是你姐姐很支持你 那你可以多聽你姐姐的意見 多從你姐姐那邊打聽一些消息 我覺得可以好好嘗試啦 我不愛出門 我休假幾乎都在家裡休息 我女朋友說我都沒有陪她 但是我們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只是我是早班她是晚班 公司就會見面 偶爾我下班 晚上8點半會等她下班 11點半 哇等最久 幾乎天天打電話視訊 我休假還會接她下課去上班 這樣時間真的很少嗎 不會啊 呃 至少你都會等 大家呢 你們還會天天打電話視訊 然後 有訊息這樣子 我覺得還OK啊 我覺得 我覺得還OK啊 你可以問她說 那到底是還有什麼地方 你覺得 我陪你的時間少 你就直接問她 哪裡 你覺得陪你的時間少 那我 能配合我盡量配合 就這樣 兩個人 遇到問題就是溝通 直接問她 因為 是你們在談戀愛嗎 我現在看我覺得還OK啊 滿有心的啊 呵呵 對對我是很難談 對對對 我這邊是我剛剛講那個搭訕的那邊 是不是 直銷吧 不是 但是搭訕 因為小教室都會一折一折留言慢慢看 所以大家會看到一點延遲 可是 我都有辦法去融入我當下的情境 這樣被深情 看很深情 屁耶 我是瞪她欸 我真的是 臉瞬間垮掉 然後瞪她 她就被我嚇走了 沒有爸爸把電話給她 幹嘛把我把電話給她 幹嘛把我把電話給她 賺到了 剛剛省下午四個卡卡點被蹬 好想被Sandy蹬 請問Sandy會想要嘗試那個隨機配對飯具嗎 有想要嘗試 可是 想想還是算了吧 我是覺得那個真的滿新鮮 那個就是鳥屎貼的那個 什麼配對飯具那個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關鍵字 我覺得那個滿新鮮的啊 大家可以去 那是一個認識人的一個好的方式 而且應該也是滿安全的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好喝個水 我之前騎車上學看到正妹跟她要電話 她不給就被蹬了 不是你啦 不是我 我很欣賞一個大我兩歲的女生 她是 喔這個這個你剛問過了 請問Sandy出社會是不是很看經濟狀況 有什麼方法認識異性嗎 除社會的確會看經濟狀況 因為 就變了 因為大家 都已經開始要負擔那個家庭 或是經濟狀況 所以我覺得經濟能力很重要 是應該的 那認識異性有很多方法 這邊統一跟大家說 如果你想要認識異性 你的生活圈都要把認識異性 你可以去 去Facebook搜尋相關的社團 像是你有養狗狗 你有養貓 金桔啊 你有養鳥 你喜歡騎單車 你喜歡爬山等等 都可以去搜尋相關的社團 你就會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常常都會出來一些 腳踏車車距啊 或是大家一起揪團爬山啊 揪團幹嘛幹嘛 或是一些寵物的聚會之類的 除了可以 就是可以認識很多朋友啦 那當然也是以認識朋友為前提 之外 也有可能從中認識 將來的另一半 那不管怎樣 至少可以多接觸一些人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可以參考看看 對 因為我訊息會拉很慢 因為我每個問題都會回答 會大家 有耐心有耐心 我 因為我會在淘寶買東西 然後 有一次我買了一個東西 一直沒有來 然後我等很久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問我姐 因為我姐很會用淘寶 然後我姐就說 這個時候她就跟你說 輕 耐心 結果就在我姐那個Line 那個 那個 訊息跳出來說 親耐心的時候 那個麥家一跟我說 親 耐心 我會幫你查查的 好 我認識一位女生四年了 你還沒講完 想問我以前 在跑展場的時候 有沒有遇過 傻眼或是不能溝通的場上 求情願分享 繼續遇到超無眼的 等等 你現在也是在做活動是不是 先跟大家說 就大家常常看一些SG啊 或是一些Dancer啊 或是一些Dancer啊 或者是你知道 大家都會說 大家都賣肉啦 賣肉賺很多錢啊 什麼的 可是其實 真的是蠻辛苦的 而且現在越賺越少了 因為 姐姐之前 她很久以前 不是也是在展場當主持人嗎 然後 那時候 好像我們就有時候會討論到價錢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那時候 姐姐聽到 我之前在做那個時候的價錢 她嚇到 她就說 也太低了吧 你就知道 這一行已經不好做了 所以我走了 可沒有啦 我不適合啦 我沒有 我沒有遇過 我沒有遇過傻眼或不能溝通的場上 因為 遇到什麼事情 我都會馬上反映給經濟體 因為 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 會很積極爭取我的權益 因為 我只要遇到什麼事情 我都會 立刻反映 像 只要遇到什麼超時啊 或是 遇到廠商不合理的服裝 服裝要求 或是怎樣 有一次 有一次是 一個 一個 車的 然後那個廠商 那個 那個廠商 就是 講衣服是講那樣 然後我們到現場 都發現衣服 超級裸露 然後我當下就說 我不能接受 因為這跟講的不一樣 然後其他女生都不敢講話 因為其實做這樣 像女生 我覺得台灣女生 可能還是有點害羞 像有時候遇到公車 什麼吃汗啊 色狼啊 還是很多女生不敢發聲 就不敢 就會忍住這樣 就覺得忍一下就過了 喔 上次那個公車司機很屌 先生 你在幹什麼 呵 你們知道那個影片嗎 然後就救了一個女同學 好 題外話 然後 我就直接反應說 我不能接受 太 太暴露了 然後那個 然後經濟就趕快 很緊張去跟廠商講 然後協調很久 就 好像是只有我換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換了 可是那個 廠商就不會再跟你合作第二次 因為他覺得你很難搞 可是我就覺得 這就是 我接受到的訊息就是 欸你怎麼可以給我逼 還有一次是遇到 也是車的 然後 廠商是私人的 然後 然後 一群女 我們四五個女生這樣 然後不知道什麼 居然還要先陪跟廠商吃飯 他說 啊大家 我們早上就到了 喔現在中午 大家去那個吃個飯 可是其實我們根本沒有做什麼事情 我都還沒開始工作 就先吃飯 喔大家吃個飯 喔啊那個 等一下那個座 我們就坐圓桌 那個座的位置齁 就是一個 一個女生中間隔一個男生 在一個女生這樣子坐啊 這樣可不可以啊 然後 我臉當下就臭了 然後我就 我不管啊 然後那時候我就 就是 我那個女生的趴了一座 我就坐在他旁邊 我才不管欸 然後 廠商那時候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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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有點傻眼 所以我不管 然後之後 嗯 開始進那個 車子那邊要拍照的時候 然後那個 廠商要拍照的時候 他居然 他居然把 他居然就這樣子 環繞 我跟另外一個女生的腰 我當下馬上說 我就 我就這樣子喔 我就演給你們看 因為那個 他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子 講到他這樣 還住我的腰 講到那是他的手 他還住我的腰 我就這樣子喔 呃我們不能 不能碰喔 然後 然後 我好像閃 閃出鏡頭 我當下我就閃開 我就說 欸我們不能碰喔 然後 旁邊兩個女生就 傻眼 我怎麼這麼直接 我怎麼這麼兇 跟廠商這樣講話 然後 另外那個女生就說 欸對對對 我們就是不好意思喔 這樣子不方便 然後 隔 當天晚上 因為那個活動是兩天 當天晚上 我 我跟那個女生 就被通知說 你們兩個被換掉了 傻眼 反正我覺得 因為我是 呃對自己權益 會極力爭取的 而且我也不喜歡別人碰 就是 我的個性有時候 非常的齒巴 啊不小心講髒話了 所以就是 該堅持的事情 我就很堅持 那只有這些狀況 我遇到以外 其他 以前做活動的時候 沒有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繼續看 欸抱歉 問題拖很多啊 大家 慢慢 燒帶我一下 我很喜歡一個拉風的男人 嗯哼 要怎麼追到他 只能看著他的車尾燈 Sandy我覺得現在女生好搞嗎 我覺得 沒有什麼好不好搞 而且 不管男女生都有好搞 跟不好搞的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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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是剛剛我模仿那個 傻眼那個 傻笑跑掉那個 Sandy是87喔 不是啦 我覺得你喜歡上有男女朋友的人 跟他走太近 也許會發生下一場人界大戰 就是會很多麻煩啦 幹嘛不找個乾乾淨淨的單身的人 呵呵沒有啦 Sandy我有個學妹 她跟我聊了很多 她也會主動在我聊天 我剛才聊到進一步的關係嗎 呃 是不用到什麼進一步的關係啊 反正就是 就是正常聊天 可以多聊更多的話題 甚至 可以再多聊一些 對於感情觀價值觀的問題 感情觀就可以得知 就是很多比較 在跟私密一點的東西 嗯 牡羊座女生喜歡怎樣的男生 嗯 先跟各位說 星座真的是完全徹底參考用 因為星座 就是 聽聽就好 不過 牡羊座女生應該會比較喜歡 個性大方 我的大方不是撒錢大方 是 外向 好爽 的男生吧 不一定啊 這真的沒有一定啊 我女朋友覺得我太愛她了 可是我覺得 愛她就要表現出來 我應該改變嗎 是你表現的方式 讓你女朋友覺得很有壓力嗎 那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問她 如果情侶直接遇到問題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溝通 直接問她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哪裡需要改變 哪裡需要改善 對 對 相請問我前女友是香港人 我們在情人節 前 翻手 我打歌 我原以為我放下了 昨晚忽然 沒來有的 又好想她 該怎麼放下這場愛情呢 我跟她 現在還會有一搭 沒一搭的聊 可是她現在只把我當兄弟姐妹 而不愛我了 然後 這個就是 失戀啊 就是要慢慢走出這個傷痛 沒有辦法 只能靠時間 就是 最八股的話 就是只能靠時間 那 可以多充實自己的生活 多跟朋友出去玩 然後盡量不要再想她 多讓自己忙碌一點 就不會去想那麼多 那你家現在都 都 都只幫你當一般朋友了 那就下一個更好啦 加油啦 慢慢來 孩子們 等你們出生會之後 就會知道 就算相差五歲 也不談戀愛的 即是你們還是學生 會有學長姐的差別 勇敢去追吧 哇 有 有 有大大出來了 可是我也試過私底下密她 就是以毒我 打給她 是直接掛掉 連說都沒機會說 學校也轉走 也在外面租房了 完全沒有機會當面說清楚 真的是交了男朋友之後 女色親就會一心沾下去 眼裡只有她 沒有朋友嗎 的確會有人 的確很多人就是 見色忘有啊 不管男女 可是不可能見色忘有到 突然嗆自己的老朋友群組說 啊 你們這樣子 我要退了啦 不可能啊 一定會發生什麼事啊 那我覺得 你都已經私下密她 已毒 帶來她直接掛掉 可能是她把男朋友洗腦吧 那不管怎樣 還是多多注意她的人身安全啦 那她沒事的話就算了 因為你該做的都做了 Candy我跟前女友 我跟上一個 問題有差不多的感覺 女生會不會都覺得 體諒男生辛苦在家休息 卻一直抱怨說 沒帶她去走走逛逛 呃 這個是情侶 沒對情侶今天要去溝通的 有些人覺得 啊 休息很棒 在家很棒 有些人覺得放假就到處去走走 可是就會有人說 有人覺得 啊好累想在家休息 就要去溝通的啊 去跟你的女朋友溝通 前女友 前女友不用理她了 如果接下來遇到問題的話 就溝通說 欸我真的工作很累 那假日我都想要休息 那可不可以就是 兩個禮拜出去一次這樣子 那 休息在家的話 我們就一起看電影啦 一起幹嘛幹嘛也很好啊 之類的 嗯 嗨 今天好踴躍的發文 對啊 謝謝大家 安妮最高 我蠻高的 呵呵呵 呃 我女朋友第一次去發堡買東西 看到客服叫她清就爆氣 不用啦不用爆氣啊 真的那麼的叫法啊 我姐是賣家吧 不是 生理你好 想問一下我跟一個喜歡的女生 天天聊天打遊戲 這樣持續的快一年 也都會分享彼此生活上的事情 自己也嘗試丟了幾支球來測試 雖然都被閃掉了 但感覺關係也有變好 平常也會互相鼓勵加油 之後打算跟著女生告白 其實我們大多分的交流 都是在網路上聊天 有單獨出門幾次 但想要告白這個事情還是很害怕 加上自己容易吃醋 腦補一大堆 所以開始猶豫 不知道該怎麼辦 呃 我覺得 你們現在的狀況還不錯啊 因為我單獨出門幾次也還OK啊 那我覺得如果準備好的話 告白也是OK的 我覺得你不用想那麼多 或腦補那麼多 或猶豫那麼多 或突然吃醋欸 有時候臆名其妙的吃醋 你就會覺得 欸我們又沒有在一起 但我突然這樣子 反而會有點扣費 那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覺得你準備好 然後兩個人的感覺也很OK 是可以試看看告白 不用想那麼多啊 你想那麼多沒告白 什麼都沒有啊 那你去告白 還有二分之一的機率會中啊 我朋友的哥哥也是賣肉賺錢 很辛苦 每天四點起床開始賣 有時候下午到晚上還會繼續賣 有人說賣肉超好賺 我是不了解那個肉的市場啊 那個司機最猛 司機屌 你在性騷擾嗎 對 那個司機真的是 很可愛 真的一個男生有女朋友還叫你寶貝 你在說什麼 我是整個說 喔 很奇怪 我會說 你有女朋友 你怎麼可以叫我寶貝 然後馬上遠離這一個人 因為很可怕 整個閃到外面 呵呵 對啊 就到了 沒關係你在張個帳號 我可能都有聽過 有嗎 反正就是之前做活動 就是 還是有蠻多女生 遇到這種新騷擾事件 我是蠻幸運的 只有那一次 其他都沒有過 對啊 所以 各行各業都有辛苦的地方啦 過了三年 還沒有辦法釋然 過去的感情 明明引擎的女友 已經有男朋友了 對於她現在的幸福 我由衷地祝福她 並且也希望她能夠一直幸福下去 可是我一直沒辦法 原諒她在我最需要別人陪伴的時候 對我提出分手 所以一直沒辦法 消除心中的那塊陰影 有什麼辦法 我也想變得跟她一樣幸福 嗯 先說你願意發問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就是踏出第一步 那 都已經過了三年了 你幹嘛還沒辦法釋懷 她都已經有男朋友了 你幹嘛沒辦法釋懷 她幸福 她幸福也不關你的事啊 那 你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都已經過了三年 你幹嘛還要想那麼多 為什麼要一直糾結在 你為什麼要一直糾結 沒辦法原諒她在你最需要陪伴的時候 她都離開你 她都已經離開你三年了 你還在糾結同樣的事情 她浪費時間是你的時間啊 根本不關她的事啊 她過得很爽啊 幹嘛要這樣 有時候事情過了就過了 要放下 你不放下 苦的 都是自己 就是浪費都是自己的時間 而且 你在這樣子負面的情況下 也有可能 錯失了很多好的 好的感情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糾結那麼多 你糾結也沒有用 她不痛不癢 然後 你也沒辦法得到什麼東西 你只能得到負面的東西 所以囉 趕快放下吧 聽我講故事蠻有趣的 對 因為講故事會搭配動作 真命天女症 那是什麼 那要怎麼治療 我不知道 什麼叫真命天女症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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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Sandy一個有男友的女生知道我喜歡他 他跟我說現在只能當好朋友 這是拒絕還是有別的意思 他說他選擇一個愛他的人 我跟他說可是並不是你愛的人 他說我會讓他變成我愛的人 他並不是那麼愛 這段感情能維持多久 先不管是不是他愛或是你愛 誰愛 怎樣的人 他們現在就是在一起了 你不用管他那麼多 你也不用去care說 他這樣子他沒有很愛他 那他們感情可以持續多久呢 我什麼時候有機會 不用去猜那些不用去想那些 因為你哪知道他是在敷衍你 你哪知道他們 過了十分鐘突然很愛對方 就是不知道啊 不用去理他們啦下一個更好啦 那他已經有男朋友了 不要去打擾人家 除非你可以默默的 淡淡的喜歡他 不要去打擾 你願意等他那就算了 那如果 你不想等 你也沒辦法 默默等他 你就下一個更好吧 各位 如果你喜歡的對象已經有另一半了 真的是千萬不要去碰啊 很恐怖的 有被用LINE分手的例子嗎 原因什麼我還不知道 可能就突然不愛了吧 安安第一次來 嗨 想追回初戀要怎麼開口 首先先讓 先難得先恢復 相處很愉快的關係 為首要吧 你知道蔡阿高跟初戀結婚嗎 我覺得 我們也可以學他們 欸不用學啦 感情 不用學 沒辦法學的 謝謝你愛我 他告訴我的原因是 以後覺得不適合分手 怕我難過 希望我可以 啊 跑掉了 希望我可以不用抬 他怕我心太痛 想那麼多 就是他很怕 就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啊 欸 等到啦 想問個很爛的問題 就是會因為他開心難過 就是喜歡嗎 不管有沒有喜歡 就是在意了 有好感了 之前坐公車時 坐的旁邊就會一直摸我大圖 重點是 我一開始以為是舒服要碰到而已 都沒有反應 就繼續睡 結果那男的下車竟然把手伸進我的衣服 摸我的腰 我就衝下車 只能說我神經太大條 沒發現不然我就大叫了 呃 女生真的 答案那個交通工具 大眾運輸 好好保護自己啊 不知道什麼事情 不用怕 不用怕丟臉 因為丟臉是他不是你 也不用怕怎樣 你就直接大叫 就對了 一定會有很多人幫你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還是蠻熱心的啦 你就叫就對了 請問Sandy我在工作場所 喜歡一個大我四歲的姐 喔這個這個這個 你剛問過了 喔這個這個你沒問過 我搞會的 來來來來 請問Sandy我在工作場所 喜歡一個大我四歲的姐姐 兩個月了 她在處理座和長生佔我頭腦很好 很優秀 最近她主動找我聊天的頻率 也慢慢變高了 我是不是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該採取的行動就是 繼續維持兩個人的關係 兩個人繼續保持熱絡 開心 然後能夠多聊天又多聊天 就這樣 然後慢慢的在感情那個熱度的慢慢加深 加油 恩 Sandy你好 我喜歡上一個實況主 她正忙於戀愛想到事情 請問大家如果大家告白 謝謝謝謝 應該是應該是我吧 看一下 Sandy你覺得25歲的男生算年輕嗎 一直覺得是個不上不下年紀 你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30歲都還算年輕啊 我覺得30歲都還算年輕 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是男生 男生 對真的是不用想那麼多 好好加油啦 欸對啊我這邊一直很癢 不知道為什麼 超級喜歡Sandy的 又漂亮又大方 捷運也是 捷運的確非常漂亮又大方 不是我要講 一堆人打著自由戀愛的旗號 去碰有另一半的人 超級缺德 Sandy怎麼看 恩要缺德是他們架式 因為有暴影也是在他們身上發生的啊 感情怎麼來就怎麼去的啊 除非 你 除非那個人他身陷地獄 他的男女朋友會吸毒 會打他 有恐怖情人 什麼之類的 那你就是把他拯救出來 那另當別論 不然疑慮都是 會有報應啊 你怎麼 你怎麼把他搶來的 他就會怎麼離開你 我有遇過變態嗎 我有沒有遇過變態喔 啊有 也是大學 我大學很容易遇到 因為有沒人 因為大學的時候 恩 因為我 我是住學校外面 然後 自己自己租房子 然後 租套房 然後那邊 套房對面有一間面店 然後也就是 都會有一些 就是一些 呃 年紀比較大啊 或是 有些 阿伯阿 我幫他上家那邊買麵 然後我也 我也不在關係 然後有一次在買麵 然後在排隊要結帳的時候 就突然有一個 阿伯有點靠近 然後 因為我是只要有人靠我 慢慢 我就是會感覺到有人靠近 然後我就 我就用眼角魚光這樣看他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他就停住了 然後我就趕快想說 趕快把錢拿穿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那我在拿錢的時候 他就突然過來 摸了下我的大腿 我 我只能這樣子 我就拿我錢包 我這樣就 然後他就跑走了 我就傻眼 這個應該是 我唯一遇到的變態吧 那時候年紀比較小啊 也追不到他了 因為他跑了 還被摸過下體喔 男生被摸下體 對啊 你今天看比較晚 男生還是有關係啦 大家不要這樣子啦 男生還是有關係 男生也 沒有男生喜歡 那我用過被人家摸吧 男生女生都一樣啊 男生年紀越大越有價值 女生又相反了 嗯 現在還是有很多女生年紀很大 可是還是活得很 活得很精彩 活得很棒啊 咳 Sandy如果一位男生告白說 因為你很好相處長得也不差 會覺得他很膚淺吧 會讓你覺得他只是因為你的不差 白癡喔 這個男生 他是不會講話 還是他真的覺得 隨便啊 有個人可以交往就好了 好奇怪喔 你就跟他說 嗯 可是我不想跟你交往啊 因為我覺得你不只不差 哈哈 老兵書故事都蠻有畫面的 嗯哼 我的初戀是幼稚園 我還收到住院的情書 現在還是魯蛇 是長大長歪了嗎 哎呀 沒有交往就不一定 單身又不一定是魯蛇 只是還沒遇到而已啊 我覺得 我朋友遇過搭BRT 結果下車發現大頭有啄啄一滴 噢 太可怕了吧 烏沛齒喔 烏沛齒 烏沛齒也是蠻慘的 沒有啦 請問Sandy 對著自己 對著自己 另一半 去跟異性交流 經過反應 卻被說是交朋友的自由 但是異性很明確 喜歡他跟追他 這種時候 不去管還是 我有什麼看法 要跟他說 他說什麼交朋友的自由 你還要覺得你這個 這個另一半有點奇怪 這樣你就是不懂得避險啊 你都是已經有另一半的 然後你知道這個人在追你 然後我跟你反應了 你居然還說 這是我交朋友的自由 你不要管 怎麼可以 跟他好好管管 跟他說 我覺得這個 這個情況很嚴重 而且 將近比起 如果是反過來我了 如果有別人是在追我 然後你跟我反應 我跟你說 我們在交朋友啊 有什麼關係嗎 那你會怎麼樣 阿如果他說OK啊 OK啊 大家交朋友OK啊 我破音了 然後你就說 你就知道這個人 嗯 就 大家可以評估一下 之後該怎麼做 溝通 不過我覺得他夠怪的 我說話可以稱呼統神 他要爸 請問這題認為一件衝情是有沒有可能的 有阿 有有有有有 我去幫同事買冰涼的時候 被冰涼洗濕直接摳屁股 他希望你再多買幾包啦 人家工作很辛苦 嗯 嗯 單身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真的是還好 還好 Sandy差五歲的姐弟年會很怪嗎 男八十一 女七十六 經濟都穩定 現在曖昧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這樣子會差很多 而且 您是說民國嗎 我真的以為是男生八十一歲 女生七十六 不過我覺得年齡真的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不用管那麼多 就是 就好好的曖昧好好的往交往發展 加油 我討厭豪門嗎 我沒有討厭豪門啊 我沒有討厭啊 幹嘛討厭 我第一次來這個台 不過對於交往已經一年多快兩年情侶 如果已經進入老夫老妻的模式 的話 是台主的話 如何讓兩人之間偶爾有點激情 可以給你意見嗎 對於之後滿兩年 週年的時候 我覺得不想只有吃飯慶祝 平常過生日過節都只有吃飯而已 啊 您進來會發問 就表示您就想要改變 我覺得這樣子是很好的 那我覺得有激情兩 兩 才一年多就進入老夫老妻 應該是太快了 嗯 可能真的是 一個惰性啊 有時候那個惰性不是說你懶惰 就是那個惰性是心裡有時候你不自覺的 你可能不知道 欸 我又沒有懶惰什麼惰性 可是有時候是 可能一個舉動 一個 一個講話 一個回話 一個選擇 就是會跟以前不一樣 那沒關係 既然你想改變 很好 我覺得可以 嗯 你就 那你既然不想吃飯 那你就想 你就想方式慶祝啊 可以去旅遊 兩個 我覺得請你們之間去旅遊 是很不錯的 在 在台灣就可以了 請人去 你如果住台北 你就去花蓮 你如果住高雄 去台中 就是去別的外縣市玩 都是很OK 然後錢會花很多 然後在旅遊的過程中 你可以 兩個人可以有 發展出更多的話題 更多的興趣 然後 你可以一起 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 然後 是兩個人可以去多多培養 可以自己的興趣 或是可以嘗試去 跟另一半培養 同樣的興趣 可能 啊 兩個人都不會煮菜 啊 其實煮菜好了啦 或是 女生想要學 想要學 開車 那男生想要學 行動機 那就各自去學 然後互相交流心得 或是生活上 有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分享的 我覺得 情侶之間就是要懂得 分享 分享自己的感受 分享自己的愛 分享自己周遭遇到的一切 你就算在遇到 你就算 在路上遇到 有一坨大便 很堆的很高 你都可以拍起來說 欸 我在路上看到那個大便堆超高 超屌 這種都很可 我都覺得很OK 加油啦 阿 一直有個疑問 為什麼跟一個人交往 就一定要等到分手 才來找下一個對象 除非是認定對方 就是自己的另一半 不然交往中 還是可以有選擇權 不是嗎 阿 你這樣 你 阿 不是阿 你這樣子的問題很奇怪耶 你在跟你先認交往 然後 你就開始在選擇你的下一任 這樣對嗎 這樣 這樣 這樣對嗎 當然是你要結束一段感情 再 再 再開始另一段感情阿 阿當然你也是可以 還沒結束這段感情 就 就開始另一段感情 你這樣就是小王或小販 就是劈腿 或是外遇 或偷吃 或 無縫接軌而已阿 就這樣阿 嗯 嗯 交往中還是可以有選擇權 但是要說出來阿 這次對你可不可以很尊重 嗯 81歲跟76歲看Sandy的時光 哪麽Fashion阿 阿 如果真的是有的話 真的是 還蠻好的 可是 你們知道交往久的情侶 會越來越噁心嗎 就是 就是 你們 就是很多很多文章或影片都很貼切 交往久的情侶其實他們都會 互相在那邊看對方大便尿尿阿 互相在那邊開花筆死棒 屁給對方 就是很正常的阿 交往久了啦 我大便只是舉例啦 為什麼我聽說性生活 越美滿熱戀期長度越高 嗯 雖然我這個是 我覺得 療性方面是健康的 所以大家不用覺得是色情牌 先回答這個問題 性跟愛 的確是一段感情非常非常重要 相輔相成的 因為你們性生活不美滿 現在這邊說就是成年後 成年後才能做的阿各位 性生活不美滿 真的會影響感情蠻多的 那如果性生活很美滿的話 兩個人 身體契合 心體契合 就更棒阿 好上家好阿 這樣子不是很好嗎 而且常就是會有人性生活不美滿 然後就會去 開始 也開始物色別人阿 然後就怎樣怎樣的 所以當你發現你性生活不美滿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趕快跟另一半 溝通一下 有時候可能是真的出了什麼問題 或是可能真的是 欸 有什麼 有什麼東西沒有講開 之類的 或是有怎樣的 方式是不喜歡的 之類的 主要真心每個月都是戀情 嗯 最近我想問說 我朋友對於 聊到他跟他女朋友的話題 都會遮遮掩掩的 你覺得這樣 這種感情健康嗎 為什麼 問他 欸為什麼我們去聊女朋友 你就在那邊 要說不說的阿 你們發生什麼事嗎 問他阿 說不定他害羞 說不定他真的發生什麼事 說不定他就是不想講 我也不知道 我喜歡一個學妹 但他不認識我 我該找機會去認識他 當然 阿不然你們兩個就不會有交集阿 對阿 安安 Sandy 後面有器用做海報喔 對啊 阿不 阿不 Sandy我想問為什麼有些男生可以容易搭訕女生 跟他們聊天拍照 可是我都覺得我辦不到 你覺得是不是我哪邊需要修正 或是你可以提供我一些方法 謝謝 幹嘛一定要搭訕女生聊天拍照 而且可以聊天拍照 應該是要有一段時間的熟識度吧 有人會後臉皮去跟莫車人說 欸 嗨 拍兩張 不知道喔 怎麼可能 我覺得每個人有自己每個人的個性的優點跟吸引人的地方 不需要去羨慕別人 然後說阿那我是不是要變得跟他一樣 不需要 所以他這樣人家覺得他很花心阿 就沒人想跟他交往 每個人都想跟他玩玩而已阿 是不是 所以咯 我覺得 做自己好自在 不用刻意去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 你 也是可以試著去學習 擷取他好的地方 去學習讓自己更開朗外相一點 那OK 那不用 一定要整個去學他吧 我有個朋友都先找好備胎再跟現任分手 這種男就是會有幫應阿 雖然這應該很多人問過 但我 還是想問看看 請問Jandy 暖男 暖男 跟工具人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暖男 暖男就是 工具人就是被利用 暖男就是 女生還是對他會有好感 然後對他評價很好 然後工具人就是 呼自責 欸欸欸欸欸 那個就是什麼 可有可無 我覺得是這個差別 我會幫女友撿鼻毛 喔不錯阿 我的理想型跟現實差很多嗎 就我的理想型是小老婆倒你啦 呵呵呵 沒有大家 理想 跟你列的清單 往往都跟你交往的不一樣 所以就是 說說就好了 對阿 對阿 不用理他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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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Sandy 我在韓國用手機看 有實況 真的假的 辛苦辛苦了 交往中當然可以有選擇權 但是人跟人之間相處最基本的 不是應該就是以不傷害他人為原則嗎 沒有錯 既然保有選擇機會 傷害到他人 這樣就是不對阿 愛情可以沒有道理 但是不能沒有道德 嗚 嗚 有講出一個很棒的話 對了 謝謝Sandy 上次跟你說過喜歡同性後 我表姐他們都能支持我 喔 很好 恭喜你 恭喜恭喜 有家人 有身邊家族家人支持就很好 工具王報到 喔 呵呵 嗯 來來來我看一下問題 阿 Sandy等了三年 還要繼續等嗎 你自己決定 如果你覺得 等了三年 然後根本就一點進展都沒有 然後他根本也不理你 就是完全沒有機會 那你就自己斟酌 他很值得 我真的很喜歡他 我要繼續等 那就等 好累 我覺得下一個更好 那就下一個更好 自己選擇 如果要為自己的選擇 呃 就是要自己承擔 還是狗狗比較單純 跟人交往好累 真的 狗狗真的很棒 Sandy去年底她其實認識一個女生 有共同的興趣 每週大約建議兩次面 彼此還算聊得來 4月中 4月中有一起出去玩 星期三第一次出去吃飯 明天又要再一起出去玩 我可以告白了嗎 那 我覺得你們 出去玩 氣氛都很 很OK 很開心 兩個人很有話題 甚至你們有聊過曖昧話題 什麼是曖昧話題 曖昧話題 就是聊關於 雙方的感情 的感覺 在聊感情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 除了可以知道他的感情觀 之外 你也可以問他說 欸 那如果呢 如果你的男朋友怎樣 如果你的女朋友怎樣 就用一些話去套他的話 然後你們也聊得 蠻深入蠻曖昧的 我覺得就差不多可以了 在 氣氛OK的情況下 付出真心 卻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好受傷 沒關係啦 呃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不是都事事順心的啊 還是一定會 不管是感情 或是工作 人際關係 都有可能被打槍 被陷害 被陰 或是遇到很多事情 加油 更好啦 失敗是讓自己更成長的動力 加油 嗯 超不喜歡被當被胎 或找被胎的人 可是我目前還沒有遇過 找被胎 跟當被胎的人 還是我 因為都不理人 所以都不知道 好 嗨 那我要怎樣去認識學妹 才不會讓她學我們再打散啊 我要去命她嗎 還是當面 要怎麼開頭才不會怪 你有沒有朋友可以幫助你啊 或是 你可以 Facebook先加好友 如果她 讓你加 當然是最好 如果她不讓你加 那你就現實再努力 當然是應該都是會讓你加啦 然後讓你加的時候 可以多觀察她的一些興趣 或是一些喜好 然後再跟她開話題聊 有話題 點在 在聊天 比較好 不然把妹妹我聊了 嗨 妳 妳好嗎 喔 今天上課上的如何啊 喔 晚餐吃什麼啊 吃這種很單一的那種 問答啊 其實是 本來是扣分的 先去睡啦 喔 休假的晚安 上次我跟同事搭訕 就被其他人警告 小心上姓評會 屁咧 先停一個男友的女生知道 我喜歡她之後 她說現在只能當好朋友 我說我不能留在她身邊了 因為我會很痛苦 她一直留我下來 只要正常對話就好 為什麼她要留我 我留下來會影響她跟她男朋友 我也跟她說 她說只要正常對話就好 為什麼她不讓我離開她 呃 她 要不是 要很備胎 不然就是 希望 就能夠 好好當個朋友 幹嘛要因為她交了男朋友 而失去你這個好朋友呢 那不管怎樣 如果你覺得OK 你可以接受她講的 那你就 維持 如果你不能接受 你就是很難過 你跟她講話 看她交男朋友 你就是不舒服 那你就跟她說 可是我覺得 我必須要遠離 你們的時間 因為這樣子會很難過 兩次跟她說 加油 呃 我脖子一直都很長啊 Jeddy 我知道做自己很好 可是我會這樣問是 因為 對自己喜歡的女生 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我覺得是已經先給別人 既定印象導致不管做什麼事 都會認為你給別人感情 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嗯 的確現在的人 人馬都是看你 都是先看 先看臉 啊只能看到臉 怎麼能看到內心 不過 還是 希望大家可以 相處過後 再去評斷一個人 比較好 不要聽信別人講的話 要自己實際去看到 實際相處過 再評斷別人的個性 我覺得 我有什麼星座的 大家最討厭的雙魚座 好 要睡覺晚安 對啊 今天小教室不玩遊戲 如果進一步認識台主 多看我台 我就記住你的名字了 呵呵 請問Jeddy 有朋友問我 她有一點意思 的女生暗示 如果願意幫她出機票前 就願意跟她一起去日本玩 請問這題怎麼接 喔 如果願意幫她出機票前 就願意跟她去日本玩 自己看就是不太OK的話 還蠻沒有兩個人 你還在 還有沒有在曖昧 有沒有在曖昧都不知道 就希望你可以幫她出機票前 出機票前 我們才能繼續曖昧唷 奇怪 價值觀不同吧 說不定她之前遇到的男生都會幫她出機票前 可是你朋友就不太會阿 你就不要勉強 會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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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方玩間實在是她自己一部分沒有辦法改變 我今天是不是真的無解了 恩 如果兩個人 反覆溝通 或是 都沒有辦法 那就只能退讓 或是兩個互相退一步 就是 一方包容一方就是盡量不要去 這樣子 可以多體諒對方一點 如果還是覺得 沒辦法改變 還是一樣覺得很煩 事情問題一直同樣發生 我覺得 就要自己評估一下 這段感情是不是你要的 感情談戀愛 最高 最基本 最重要的就是 快樂 開心 而不是委屈 難過 忍耐 怎樣的 忍耐跟包容是不一樣的 包容是新甘情人 卻包容她的缺點 忍耐是 爽人 忍耐她的缺點 所以咯 感情就是要開心啊各位 真的我就應該追一個高的女孩 我大一 我該怎麼跟她聊天開話題 才能培養感情呢 就直接開話題啊 你們如果想要跟別人去聊話題 就多去了解那一個人 多了解她的興趣喜好 再去跟她開話題 所以就好 如果你看她 很喜歡看電影 非知故的長方 先給你的東西 那你就知道 跟她聊電影是好的事情啊 先從她的興趣去下手聊天 嗯 我對別人的追求超級木頭的 完全不知道她在搭訕我 她已經失憶我幾個月了 她轉學了 我才通過其他同學知道這件事情 啊 機會不得人啊 流失啊 請問愚人節告白是不是一件很白目的做法 她說的 非常謝謝你 以前下班 我是她指定司機 哇 現在我離職了 完全沒在連絡我完 我真的是不是不太贊同愚人節告白啊 因為 有時候會給人家覺得 你是不是在鬧 你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那種 對 如果你覺得 想要再跟她聯絡的話就去 再繼續好好跟她聯絡吧 就算離職 還是可以再聯絡啊 什麼是功能載 我打扮你喔 打不出來 出色會到某種階段 真的只看成就跟口袋程度 我覺得 不是說只看 可是這是參考標準之一 我覺得 朋友們都算是蠻看好的之類的 相處模式大概就是會 彼此嗆對方肥 洗澡的時候就像剛剛您說的 會釀釀在對方身上 其中一方上廁所就會去開對方的門 我也一直覺得這樣的相處模式很棒 好玩 我們彼此都在明年要畢業了 我目前23歲 她21歲 您覺得這時候規劃未來要不要一起畢業 等我退伍 當兵退伍之後 去外地工作闖天下 會不會想得太早 有人跟我說太早先畢業再說 可是我覺得現在不想就來不及了 要想就想 您聽別人怎麼講 感情是你們兩個在談的 是你在談 你能關別人屁事喔 我覺得現在想很好啊 她一定很感動 因為你在你的未來有她 你的未來藍圖裡面有她 她一定很開心 我覺得現在就好像想開始規劃啊 我覺得這樣很棒 難怪我這麼愛這根 就是有些男生可以很容易搭上女生跟他們拍照聊天啊 可是我覺得都辦不到 幹嘛一定要可以很快的跟女生拍照聊天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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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嚴格來說不是一件好事耶 她一定會被別人覺得很花心啊 或是講話很油香滑掉油嘴滑舌之類的 我覺得做自己就好了 不一定一定要覺得 啊 她都會怎樣 我都不會 我好想要 我好羨慕她喔 妳說不知妳自己有妳自己很棒的地方啊 對啊 要多看看自己多愛自己 為什麼大家討厭雙魚座 哼哼 妳去Google雙魚座 就因為那星座專家講雙魚座講得很奇怪啊 講得很爛啊 優如果頓啊 愛哭啊 嗯 然後怎樣怎樣的 然後一堆星座文下面的那個 留言回覆都說雙魚座 怎樣怎樣啊 之類的 我是不在意星座啊 我是不在意星座啊 Sending能製造曖昧氣氛的話題有什麼 曖昧氣氛的話題 曖昧氣氛的話題 就是聊感情啊 聊感情觀 聊 對男女朋友 聊 甚至是聊前任 甚至聊感情中的一些 行為 都 OK啊 嗯 呃 帥哥都做什麼 哎呀 什麼帥哥做什麼都對肥宅做什麼都錯 我覺得這個真的沒有一定 有時候帥哥 他雖然長得帥哥 但是他感人就很油腔滑掉 我就很不喜歡 我很討厭屌囊當很油的人 那反正是像你們說的肥宅 他可能 給人感覺就是很真誠 然後很認真這樣子 那他就很好啊 Sandy我成功搭三道一個女生 到現在半年啊 他在一個多月前說要分手了 結果現在突然斷了聯絡 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我剛才退出了 他一個多月前分手 現在又突然斷聯絡 會不會是他很難過不想跟人家聊天 我覺得你可以多以關心的方式 欸 最近還好嗎 怎麼都沒有聯絡了 發生什麼事需要有幫忙嗎 關心他的方式去問他到底現在是在幹嘛 先不要那麼早猜測還有男朋友 Sandy我也快畢業了 我該為了跟他在一起 而跟我 男友上高工 還是該為了我的未來上午專親 為了自己的未來 不需要為了自己的另一半 跟著另一半 就像自己不擅長或是不喜歡 或是沒興趣的科系 為了自己的未來著想 自己最大 我真的不想跟我男朋友分開 幹嘛 你還沒交我這個男朋友之前 你自己也不是過得很好 那現在你該要 你要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先以自己的未來 自己的興趣 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科系為主 不要為了感情去 去左右自己的 該做的事情 如果感情因為這樣子 求學只是上不同的間學校而分開 那他也不是你 最終的感情 你之前可以過得好好的 你現在為什麼不能過得好好的 是吧 女孩 談戀愛要多獨立一點啊 多獨立一點反而更吸引人 有些事也是為了未來為了自己啊 有些事也是為了未來為了自己啊 我網路上認識我女友 本來她直覺是大我兩歲 但交往一個多月後才跟我說 其實她大我八歲 我想其實分手 對方說我自己會自己著想 是你覺得我是錯的嗎 的確會讓你覺得你有點現實啊 兩歲跟八歲怎麼了嗎 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啊 如果你愛她 真的真的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那可是如果你不想要再心 那就不要啊 也不要勉強自己浪費彼此的時間 對 沒有什麼對錯 自己的選擇 這題我也想發問 請問很要好的女生朋友兼同事 雙子座33歲 跟女生朋友出國去玩 特地求愛情御守給我 金牛座29歲 是有什麼寓意存在嗎 我單身一年半她剛分手沒多久 她可能覺得你單身一年半有點久了 幫你求一個福啊 有時候不要想太多 那也有可能你們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互動有沒有曖昧 或是你們互動有沒有 就是 有在幹嘛之類的 如果都沒有她就突然求了給你 我覺得她只是因為你單身一年半 她 她 她就幫你求了一個 那如果你們有曖昧 那可能又 可能是不一樣的意思了 依照版主對星座認知 一個個性火爆雙母座 很像牡羊座 雙子座跟獅子座 match嗎 所以說星座真的參考用 沒有什麼map match 沒有什麼棄不棄合 因為星座真的是還好 人的生長環境 家庭因素 求學環境 工作環境 等等的 都會 改變個性 所以星座 參考用 呃 map match呢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給你答案 長相很油的人 什麼叫長相很油的人 是說我嗎 sandy雙魚女 會因為空虛想找個人朋友去交男友嗎 她是不是 比較不喜歡交好朋友 因為怕分手 連朋友都不能當 沒有一定 這個沒有是沒有一定的 喜歡你 就會跟你在一起啦 sandy 我想問怎麼改掉 把喜歡的女生當成真命天女 你不把喜歡的女生當真命天女 不能要把誰當真命天女 這樣很好啊 如果 可以 選1 A是跟你在一起的時間 對你好 不過在外面很花心 B是對你不好 可是 你確信 對 忠誠於你 當然是兩個都不要啊 花心我幹嘛要 對我不好我幹嘛要 瘋了 這世界上這麼多人 嗯 對啊 我這邊講個洞洞 我公司有位40幾歲的女生保養幾號 小小吃很可愛 超級像20幾歲的女生 一輩子沒看過這麼動靈又美的女生 真心覺得40我也可以 是不是 雙魚女跟天性男會很合嗎 我不知道 要看個性 星座參考用 Sandy總是給我滿滿的正能量 Sandy幫朋友問Durr 她們是情侶 在一起都是男方在主動 傳訊邀約 請問她應該怎麼做才讓女方主動呢 女方為什麼不主動 是因為她害羞 還是她天生就是被動 我覺得如果她天生就是被動 那男生應該就是要交往前就知道 她就是這個個性啊 那就是她也做心甘情願很爽這樣 阿如果 她 沒那麼喜歡或是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有問題啦 你要叫女朋友去跟她女朋友好好溝通 不是請你來問 因為 感情是她們兩個在談 她們兩個還是要發生什麼事 說不定 她們其實很享受這樣的交往方式 說不定女生其實覺得她們現在就要發生好黑 可是她不知道男生其實很痛苦 所以就是要溝通阿 所以就是要溝通阿 喜歡你暖暖的文字洋溢著滿滿的幸福 誰 應該不是我 我都一個禮拜去一次阿 是妳的錯覺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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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交不到女朋友的電動宅宅都沒救了 當然沒有阿 怎麼可能會 這是阿生嗎 咪 你交到你的朋友好嗎 你交到你的朋友好嗎 摩羯男遺心變重嗎 你要講看天蠍座遺心變比較重阿 不過星座真的參考有阿 摩羯座還好阿 兩個都是水平位很好嗎 好阿好阿好阿 人個性好就好阿 女生會喜歡太瘦的男生麻不到50公斤 高矮胖瘦都有人喜歡 請問女T有辦法可以追求阿 你要把她掰正阿 那個要看造化阿 站地安安想請問雙子座女 為什麼會很在意男友的舉動 然後常常因為是小事吵架呢 先不管她星座什麼 可能是因為她沒有安全感 那為什麼會沒有安全感呢 就是要 要去溝通 發覺問題點在哪裡 真心喜歡看你身穿小背心 涼爽 阿聖男朋友 對對對阿聖男朋友 天神阿 阿聖主播台帥成這樣 還擔心交不到女朋友阿 昨天阿聖的那個粉絲團 都有女粉自己去跟阿聖告白 然後她都不跟我說 然後都跟我說 她都單身想要交女朋友 沒有啦 哈哈 天平男怎麼樣 哇 星座真的是參考用 我之前開過一座星座小教室阿 真的是 各種問題都一直龜打牆 我說我回答龜打牆 女生會怎麼看待22歲 還沒有交過女友的男生 會怎麼樣阿 我之前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也是20歲21歲才交女朋友阿 他還是過得很好阿 那不是阿聖喔 大小寫不一樣 假阿聖假阿聖 Sandy你好 早下了 去年曾問你關於我和女友 一個遠距離的關係 覺得她越來越冷淡 我照你的建議 多和她聊聊出去玩 後來發現原來是她劈腿了 現在也分手了 恭喜你下一個女生更好 那也是因為你有跟她多聊聊出去玩 所以才能發現她的異狀 才發現她劈腿 那不管怎麼樣 下一個更好 這種婊子呢 就讓她隨風而去吧 她會有報應的 加油 如果一個高我9公分的女生 跟很多男生關係都不錯 跟我有點曖昧 不曉得跟其他男生有沒有啦 然後也找我陪她一起補習高中生 只有跟她在補習班 是認識的那種 然後我也不小心喜歡上她 我是被當作工具人 還是她對我有意思 你們有曖昧 你就不用想她有沒有跟別男生 我們曖昧 你也不用想你有沒有被當工具人啊 你們都已經有曖昧了 怎麼還是工具人呢 她也應該是對你有一樣的回饋動作吧 或是你們聊天也聊得很OK 很開心啊 那就好啦 那是阿森沒錯喔 呵呵呵 天神的MOD都來了 魔法施化現一下 不要再讓我悲哀了 美國隊長又幾歲了 還不是第三集才幾歲 美國隊長那個 可是 算了不要捏人家 不要捏 不要捏大家 可是美國隊長是高富帥還有大GG 請問如果是父母不喜歡女方 如果是父母不喜歡你的另一半 那真的是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父母的觀念比較難改變 你夾在中間的會要很辛苦 因為你要 要 時不時的 說服洗腦你爸媽 你的另一半是很好的 那 其實你們還沒看到 你要請你的另一半多多表現自己 有機會的話 能夠多多出門 然後多多幫他 製造一些好的機會 是一個長期抗戰啊 加油 Jandy為什麼現在有些女生會喜歡被保養 我覺得被保養是他們的選擇 因為他們覺得 不需要 做什麼事情就可以賺到錢 他們很開心 那 我也 我也不說 我也不評論什麼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要怎麼賺錢 都是他的選擇啊 只要不要殺人放火 吸毒偷牆 騙 什麼的 我覺得 就 大家各自的選擇啊 如果女生說 你交女友就不太能跟我出去了耶 有什麼背後的含義嗎 問他 為什麼 你要避險嗎 幹嘛這樣 我們是好朋友耶 就讓人家說 問他 如果有人願意包養肥災 我也想被包養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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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賺自己花的錢 自己賺 自己賺 呃自己花自己賺的錢 這爽啊 各位 花了心安理得 然後 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女友工作很忙 很常熬夜工作 我看總是很心疼 生理覺得我該怎麼幫助我女朋友呢 恩 因為就是可以上網找一些熬夜補身體的一些食物啊 飲品啊 或是可以幫他按按摩啊 或是請 就是 幫他出錢讓他去按摩放鬆一下身體之類的 然後 多多關心他 然後幫他分擔一些 假食物分擔一些 如果工作可以分擔的話 我可能要想一些idea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貼心就會讓女生很感動 男友想養我不讓我上班 我會爆氣 我 常常都會有一些 男朋友 會陷阱女朋友什麼 你不能穿這樣 你這樣穿太短了 你要穿在膝蓋 你不能穿超過膝蓋以上 你的那個 你只能穿在鎖骨以上 什麼什麼 就是有了沒的規則 然後跟你說 你不能去做一些 拋頭露面的工作 你不能怎樣 你不能怎樣 我都覺得你莫名其妙欸 你 真的是有種就 有種就讓你女朋友 每天在家當貴婦過得很爽 然後你給他一堆錢 你再來說你可以管他 阿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你憑什麼管人家 而且我覺得女生 要有自己獨立的工作 跟賺錢能力 因為 你沒有這個男生 你還是可以一個人活得好好的阿 幹嘛一定要寄生在這個男生身上 這樣子阿 我要他巴 真的不放 我就不用阿 每個人 不管男女都要有自己獨立的經濟能力 因為是為了自己好 要多愛自己 為了自己未來著想 好嗎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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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留言 讓親朋好友以為他是我女朋友 但他也沒有來詢問我這件事情 我該去解釋這個誤會 來講到沒事了 你可以用開玩笑方式 告訴我 欸上次我家裡那個留言 對不起阿 他們誤會了 我會去跟他們說 那你不要生氣喔 就這樣去 輕鬆的方式去問他 然後跟他道個錢 這樣看他會有什麼反應 他很開心說 喔沒關係啦 那可能就有機會 如果他說 喔好謝謝 不然我覺得這樣好奇怪喔 你就知道 喔可能還要再 再多相處一段 嗯 對阿 我真的真的蠻獨立的 而且我是很 其實我是很理性的 請問女生妹子 來 B.A.G.U.E.T.T.E.T.W. T.W. 謝謝你訂閱 請問女生妹子來 想表示關係應該怎麼做 女生說妹子喔 N.C喔 呃 直接給他一個熱黑糖水吧 這是最直接 最溫暖的 舉動 每天家對你會 加分 女收別人錢 人家要你幹嘛就幹嘛 被保養其實是很恐怖的 對阿 阿不過每個人的選擇啦 阿不過每個人的選擇啦 不與之評阿 我的戀愛史喔 你要聽什麼戀愛史阿 請問如果判斷女生說 不的時候是真的不還是假的不 齁這個很難耶 因為其實現在還是非常非常多女生 很愛口是心非 當然男生也是會有 尤其是女生的比例比較多這樣 呃 我覺得可以直接跟他 先預防 直接跟他說 我希望你 說不要的時候是真的不要 說要 如果你有需要 說要就要 如果你說要 或是好 我能力所及我就會幫你做 那如果你真的不要 或是不需要 你就跟我說 不要口是心非 因為這樣子會很難的去判斷該怎麼做 到時候惹有雙方不開心的話 真的是 就不太好 先把醜話說在前頭 先打預防針 我覺得情侶之間 剛交往可以這樣先講一下 說不以上 伊斯蘭教 大樂天穿套頭 所以有件事大概全部都願意做死養你 什麼 做死 但養你太難聽了 阿 就是要讓 讓貴婦呢 有喔 剛回答啦 當貴婦有比較好嗎 當貴婦以後之後沒有這個男的怎麼辦 當小狼狗以後沒有這個女金主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女生可以往個好的方面想 她不是要關注你阿 是要想讓你的生活輕鬆點 可是不是每個女生都想要 有時候 你的輕鬆 對你的女生來講 不是輕鬆阿 有時候你覺得 我這樣是讓你輕鬆欸 然後如果是我 我就覺得 你這樣不是讓我輕鬆 你這樣是讓我覺得很壓力很壓迫感 我 我就是想要做事情 我就是想要幹嘛幹嘛 你為什麼要 不讓我做 所以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阿 當然還是有 喜歡被養得很爽那種 那當然OK阿 就會看你遇到什麼人滿 我喜歡獨立又堅強的女生 但那類型的女生都不會喜歡我 恩 為什麼呢 請問Sandy要怎麼去適應 男友追女時跟交往後的差別 是差別很大嗎 你可以 你可以 阿那她一定是 你一定就被騙了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你們追人喔 不管追男追女 追女 不管追男生追女生 有講到有點卡住 不要 不要去做 你平常不會做的事情去追人家 就是你明明 你明明就是 你明明就是不會 不會 不會每一天照三餐接送的人 然後你為了追她 你明明照三餐接送 然後這樣交往後 人家當然覺得你反差大 那你明明 一個女生明明就是 不太會做家事的人 然後每次都把他 抬去你家都把家 找得很乾淨 唱之後很乾淨 然後 然後交往之後變得邋遢 然後人家就寫你 欸你不是很喜歡做家事嗎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強迫自己 要追人的時候 要怎麼樣怎麼樣 有時候以你自己 真誠的自己去 面對他 是 最好 當然不是說 啊我就做自己啊 我就超懶惰這樣子 喔 啊我要追你 可是我很懶惰 當然也沒有那麼激勵 就是大家要取個中間值 取個 就拿捏分寸 不要太 怎樣怎樣 也不要都不 怎麼樣怎麼樣 就不會反差那麼大 好回到剛剛的話題 就是 女 你要怎麼習慣男友 追你前後的差異 我覺得 你可以用一些 比較撒教的方式 跟他反應 欸 欸你怎麼都 假裝我假裝我取利 欸你之前不是都會幫我 那個 拿 拿東西嗎 我現在說好重喔 幫我拿一下啦 然後就這樣 類似這種撒教的方式 去提醒他說 欸你之前會 你怎麼現在不會 那可不可以幫我 我需要 我想要你這麼做 有時候 跟男生直接說 欸我需要你這麼做 男生也會很熱意的幫你啊 除非你跟他說 你的需求的時候 他居然說 不要 好累喔 幹嘛 自己用啊 就 就有點怪了 那你剛剛把臉 然後再給他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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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友超級黏我,黏到連我回南部...一個週末,她就快要寂寞到死了 差點鬧分手 結果現在都會保證自己幾乎能陪就盡量陪在她身邊,我會太醜了 她太黏,妳太醜,如果妳們兩個都很OK,沒有壓力那就好啦 很棒啊,天生一對 咳咳 Sandy,口是興奮的預防要到一定關係才可以提出來吧 呃,不用欸 交往前就直接先說啊 我是那種交往前會先把事情講好的人 呃,我會先說 我跟我交往一定要誠實 我不需要什麼善意的謊言,或是什麼...什麼有沒的,就是誠實 因為沒有誠實沒有信任 然後,我會把我要講的都直接講好 我覺得一個醜話先說在前面啊,OK啊,為什麼不好嗎 請問女朋友的爸爸是最難過的一關嗎?不一定 昨天她爸超high啊,跟妳很合啊 請問曖昧的定義是什麼 關心她身體狀況和提醒她注意天氣變化,這樣算曖昧嗎 這樣就是基本的關心問候吧 還沒到曖昧,曖昧是兩個人都很常聊天 然後,聊天聊很久,聊很晚,後悟到早安晚安 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甚至聊一些比較曖昧的話題,我覺得才算 身體上次問題解決了,我跟那女生分手了 沒關係,下一個更好 女朋友的爸爸不一定是最難過的一關,說不定是媽媽 真的 我女兒如果交男朋友要先讓我看得瞬眼 啊!我沒有女兒 老大,我是剛剛那個說被姓騷擾後對男生改觀 很失望的那個,我知道我知道 剛剛跟他說清楚我的看法了,我說得蠻直接的 感覺他好像有點受傷 你說的直接,可是至少簡單明瞭,兩個人都知道 好,就這樣 那...雖然他會有點受傷很困難過 可是不講胎,到時候你們漸行漸遠 你也不什麼鳥他,他也會受傷啊 我覺得這樣很好,把話講清楚是最好的 特別,之前真的是用常常送回家追到他了 結果現在就變成一定要送回家了 送回家也好啦,注意安全啊 如果晚上晚了,一個人這樣在外面也不安全啊 我也有任養一個瓜地馬拉拉的小孩 40歲之後,沒經濟基礎,不結婚 should read 嗎? 我覺得沒有對處欸,你自己過得很開心 也OK啊 我覺得前後差別大,大部分都是在沒有很熟的情況下開驕傲的 對,也有可能是因為不夠了解 沒錯,因為要對方喜歡真正的自己 而不是為了取悅對方的所冥想做的事情 話說回來,有時為了自己喜歡的女生 也是會驅使自己更喪心,更衝使自己的內涵 沒錯,讓自己變得更好,當然是更棒啦 說不定是軍階 不是軍階啦 偶爾對自己喜歡的女生做自己很不喜歡的事情 女生知道了不會很開心嗎? 恩... 是會開心就覺得你願意為了她做這個 你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可是同時女生也會心疼你說 欸你...你這樣勉強自己也不好啊 這個就是互相體諒啊 女生知道我做事情,我都先看態度了 我好像常常都被態度差了在外面偷捅一刀 態度差還要你幫她做事情,她是誰啊 沒關係,想教事情的問題先講完 沒關係,想教事情的問題先講完 身體是不是說女生都不喜歡男女抽菸喝酒 當然,抽菸之後得癌症,喝酒對身體也不好啊 男部抽菸喝酒當然是最好的啊 身體瘦瘦黑黑的男生跟你的地利相是什麼 喔,她好瘦 應該是這樣子吧,如果你說她瘦瘦的話 身體教女友有什麼技巧嗎? 很容易的,沒有 交往談戀愛沒有任何技巧 更沒有容易的技巧 一定要用心去經營,用心去追 用心去相處 跟一個女...一個女生很好該追嗎? 師主,我這個問題應該問你自己啊 想追就追,不想追就繼續當好朋友啊 我女朋友因為我跟乾妹妹 關係很好而生氣耶 我應該跟乾妹妹少來往嗎? 哇,乾妹妹啊,這個生氣應該是 這個是... 合乎情理的啊,會有點吃醋啊 除非你讓你女朋友跟你乾妹妹很熟 兩個也是好朋友,那當然就OK 不過,她既然不開心 尊重她吧 我覺得先要看她們兩個 可不可以熟起來當朋友 當然是最好 如果不行,她不要 她看到你乾妹妹就賭來 就... 就這樣 減少來往吧 以前女友會問我喜歡她什麼 但我發現我是屬於行動派的 言語上卻不知道說什麼 真的很OK啊 很好啊 請問要怎麼解決自己 容易衝動,一受到刺激就會衝動 不小心把所有的打算 以對方喜歡的事情全盤公出 把對方嚇跑或者讓對方生氣 自己的脾氣要自己改 你要自己多...每天就是多... 調整自己 所以不自己說... 或是你當時發現你快要生氣了 你很不開心的 深呼吸 跟她說冷靜 你先好好思考 不要再像以前一樣 我要改變我的個性 就這樣,慢慢改 只能靠時間 因為你不改 就是會嚇到很多了啦 Sandy可以... 呃...不行 Sandy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跟我女友交往三年多了 從以前就一直吵架 到現在有點煩了 鼻子感覺都很累 嗯...我應該怎麼辦 好煩 你們就是... 進入磨合圈待期啊 應該是... 一定是你們今天有什麼狀況 不然你們一定不會吵架 溝通吧 情侶之間遇到任何的疑惑困難 吵架不開心 就是溝通 找出問題點 然後去解決 看是要互相包容 各退部 還是怎麼樣 因為...只有這個方法可以改善你們的情況 不然沒有辦法 那...如果多仗過了 你還是覺得不想跟他在一起 那就是你自己選擇 那...如果多仗過了 那就是你自己選擇 所以你覺得直接告白是好方法嗎 呃...不一定 除非你有把問你們兩個互相喜歡 不然直接告白 其實...不太容易成功 本來有消除不錯的異性朋友 但一發現自己喜歡上對方後 跟他連話都不敢講 我是哪裡出問題啊 本來有消除不錯的異性朋友 你們就是這樣出問題啊 這樣不好 你看 你們之前都處得很好 然後現在你突然不敢跟他講話 他就覺得你很奇怪 然後你也會很尷尬 不要這樣啊 維持以往的友好 才能繼續發展關係啊 你妖氣用豬喔 那網拍都有啊 所以假如我喜歡哪個女生 可是我自己覺得他... 不太喜歡 那該怎麼辦 呃...幹嘛一定要你喜歡的女生也喜歡你啊 如果...不喜歡你 那你就去追他讓他喜歡你啊 對啊...我這個痘痘很大 欸...有人講英文 嘿... 喔...他是說我們是什麼語言 是不是 喔... 謝謝謝謝謝謝 然後我乾妹妹又跟我去酒吧胡鬧 把我女朋友的電話刪掉 現在我跟女朋友吵架了 11號在見面 我在想怎麼去哄她 你乾妹妹很不會避嫌欸 你也不會避嫌 你乾妹妹怎麼把我女朋友的電話刪掉 莫名其妙 而且你還讓他胡鬧 你就知道你乾妹妹是個... 是個... 是個... 是個不尊重你感情的人 那你應該知道該怎麼做啦 對啊 欸... 小教室剛好... 剛好都在... 剛好斷落了 剛好差不多兩個多小時 今天小教室生意很好 好啦...也差不多了 好... 小教室呢... 就是... 另外小教室就是... 好像什麼... 只要關於感情、親情、友情 跟人際關係之類的問題 都歡迎發問 那我會給你我的建議 那邊是有很多大大會給你其他意見 就是歡迎大家 踴躍發問跟互相交流的感覺 如果你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聽大家的故事啦 增加一些自己的經歷跟經驗 那如果你真的不敢在小教室問問題 你也可以私訊給我 可是私訊我不會... 這麼快回 對... 還是建議大家在小教室聊天 聊天室發言比較好啦 那今天謝謝大家看我台 小教室第六十四集 就到這邊啦 大家趕快睡吧 掰掰 小教室